大家好,我是谢涛 我的新节目 谢涛讲难度北规已经上线了 节目延续了三国道明清之后的民国历史 讲述两百多个民国大师的故事 串联整个民国史 和过往的节目一样精彩有趣 您也可以点击声音简介里的专辑名 直接跳转到新专辑 不是会员的话 首月六元即可成为会员 添加微信号 人文200 也就是字母RENWEN加数字200 即可加入粉丝福利群 各种惊喜奖品等您来领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当孙权刚刚从自己国内那个孝氏事件当中 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 北方有个人却一口气缓不过来了 竟出二年十二月 天气和往年的冬天是一样的 很冷 洛阳的风依然很大 曹瑞的身体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 不遇起来了 所谓的不遇就是斯文的说法 说得直白一些 那就是不行了 俗话说 再撞的牛 也有累死的一天 公元二三八年以后 仅仅三十五岁的曹瑞 突然重病卧床 身体每况愈下 是啊 透支的太多了 你三十来岁就把一辈子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这个时候老天不收你 谁收你啊 曹瑞自己也明白啊 阎王爷给的时间不多了 不能不考虑身后事了 其实曹瑞啊 还是能生的 之前育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三个儿子分别叫曹炯 曹木曹音 可惜啊 这三个有地位继承权的儿子 比他们的老爸曹瑞死得还早 全部夭折 一个不剩 曹瑞看了只傻眼呢 哎呀没办法啊 为了以防万一 所以呢 曹瑞在自己的儿子夭折以后 收了两个养子 作为后辈人选 俗称备胎 大备胎叫曹寻 二三一年出生的 小的叫曹芳 二三二年出生的 算起来 这两个小朋友 在曹瑞病倒的时候 只有六七岁 但小又怎么样 现在能继承皇位的 也就这两位了 你没得选了 孩子年幼 那也就意味着 自己百年之后啊 帝国的根基 肯定会出现动摇的 为帝国找一个 可靠的托估大臣 是当务之急 当时曹瑞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司马懿 也不是身边的那些小人 而是亲戚 对啊 血浓于水嘛 咱曹家的政权 当然也得托付给姓曹的人嘛 可是姓曹的人这么多 找谁比较合适呢 曹瑞想到了 和自己关系挺铁的叔父 曹宇 曹宇当时是燕王 他是曹操的幼子 曹丕的小弟弟 那算起来嘛 就是曹瑞的叔父了 把这个人找来 任命他为大将军 成立以他为核心的托估班子 班子其他成员 还包括曹宇旗下的领军将军 夏侯县 五位将军曹爽 屯纪校尉曹赵 萧纪将军秦朗等等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 曹赵是曹修的儿子 而秦朗呢 也不是外人 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那个秦一路 而母亲呢 就是秦一路的老婆 后来在攻打吕布的时候 被曹操掳为己有的杜夫人 说起来 这些人和曹家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但实际上都不能算彻底的自己人 因为都不是曹操这一系下来的 比如曹爽的爸爸曹真 曹赵的爸爸曹修 其实都是曹操的祖子而已 并不是曹操的直系 至于秦朗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根本是姓秦的嘛 而不是姓曹的嘛 所以曹瑞找的这几个人 包括自己的两个养子 都不是直系的血脉 不过这又怎么样嘛 到这个时候 你还有得挑吗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所以国家的事情 你们就多担待一些 好了 这几个人走马上任了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自己虽然被委以重任了 但国家的权力 却不在自己手里 被掌控在刘放和孙姿 这两个无名之辈手中 这两人长期把持中书省的工作 很多事情啊 咱们这帮人 好像根本是插不进手的 问题就在于 曹瑞信任曹宇 但同时 对孙姿和刘放 也相当的放心 哎呀 这样一来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只要曹瑞再喂一天 这两个人就拿他们没办法 好吧 那就只能忍呗 这种事情 难道当场反脸不成 不可能吗 不过幸好 皇帝陛下龙体欠安 哎 看来驾崩也是时间的问题了 哼哼 别看你们闹得欢 小心今后拉清单呢 看你们两个小子能狂多久 正好 皇宫里嘛 有一个专门供皇家养的 公鸡栖息的大树 哎呀 你看 皇家的东西 待遇就是高啊 连只鸡的待遇都这么高啊 好了 那个夏侯县 还有曹赵看在眼里 就愤愤不平地说了 他老老的 公鸡老是占着这棵树 看他得意的 敲打还能占几天 哎呦 说纸丧骂怀 也搞得太明显了嘛 在他们口中的鸡 其实就是流放和孙姿嘛 当然 这两位这么骂 也是出出胸中的恶气而已 但是 估计这口气啊 太冲 太臭了 所以飘得比较远 很快 流放孙姿两个人就听说了 哎呦哼 厉害了哼 你们还没掌权呢 就目中无人呢 今后皇帝一旦驾崩 你们还不得出来吃人呢 不行 必须给这些不懂规矩的人 一点颜色看看 啊 不把你们揍个五彩缤纷的 你们还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灿烂 对不对 啊 好了 既然下面已经开始暗流涌动了 那么 就要看看 这个班族的老大是怎么表态了 这个班族的老大 男一号 当然就是曹宇了 但是 这位爷啊 不知道是对这种政治把戏不感兴趣呢 亦或是根本人太麻木了 反正 他对自己成为了脱骨班族的班长 这事啊 是很消极的 三番五次的向皇帝表明 喂 不行啊 我不想干呢 责任重大呀 老大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这个事儿吧 在外人眼里看 哎呀 这是中国的传统习惯吗 官场 通行 假话 空话 废话 说真话的 那是不懂造化 明明心里想要 嘴上偏偏说 不要啊 不要啊 明明自己行的 那嘴上就说自己财书学钱 所以啊 领导让你当官 下面那一位 玩点谦虚 假意拖辞一番 才显得更有诚意嘛 哎 曹瑞也是这么想的 觉得 这个曹宇叔叔啊 那就是虚伪 可问题是 曹宇不是一次两次啊 而是反复多次地 提出这个问题了 哎呦喂 这一下 不但是曹瑞啊 所有人都看不懂了 这世上 难道真的有 对权力不感冒的人 自己的叔叔 一而再再而三地 推辞托孤重任 曹瑞 只好把自己别的心腹 叫过来了 别的心腹 不就是孙姿流放吗 当时 曹瑞 已经病得起不来了 所以 把这两人叫到床边 满脸疑惑就问了 这阎王 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那两位一听 彼此对视一眼 内心发出了 像杠铃一般的笑声 哎呦妈妈呀 熬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 这个至盛的机会了 当然了 在表面上 他们情绪不能显得太兴奋 太激动的 所以 他们还是故作深沉 想了好一会儿 才对曹瑞说了 阎王 有自知之明 他知道 自己才敢是差点了 所以 这必然是 真心真意的推辞啊 曹瑞那边也不知道 是不是病糊涂了 一听这两位这么一说 好像是恍然大悟了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那你们看看 谁还可以承担 这个重任啊 当时在场的人 除了孙姿流放之外 还有曹爽 孙姿和流放嘛 对曹真这个公子哥 说不上是有好感的 但是因为交集的不多 所以 双方也没什么恶意 既然 皇帝问起这个问题了 与其推荐一个 对自己有威胁的人 还不如 顺手就揪一个 九不搭八的人 顶上去就算数了嘛 那总不能说 我们自己上 我们来当托孤大臣 对不对 于是 这两位一顺手 就推荐了曹爽了 而且 还好心好意的建议 哎呀 让司马懿也参加吧 此人 处事稳重 对国忠心耿耿 而且办事能力比较强嘛 他们两位哥哥 组合在一起 那就是 珠连碧和黄金组合啊 在旁边的曹爽听了 一脸的呆懵啊 啊 这天上 真的掉馅饼了 而且还啪唧 打到我的头上了 不会吧 要知道 曹爽呢 原本也就是一个 才能平庸的人 和他老爸曹真的 完全是两回事啊 所以 突然之间 听到那两位 推荐自己上去 脑子硬实没反应过来 他甚至怀疑 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太久没挖了 出问题了 于是 他就像一只鸡一样 待在那儿了 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皇帝问了一句 曹爽 你到底行不行啊 哎呦喂 曹爽居然当时 给吓得虚汗直流 不知道如何回答呀 哎呀 真是急死人啊 拜托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怎么脑子卡壳了呢 还好 旁边那个流放 是老江湖了 反应够快 暗地里 用脚狠狠地 踢了曹爽一下 凑过去 对曹爽轻轻地耳语说 你快说呀 你快说 我愿意用生命保卫皇家 曹爽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啊 赶紧地 把流放教给自己的话 重复了一遍 那啥 我愿意 以我的身家性命 保卫我大威帝国 千秋万代 要知道 如果是个正常人 看到这一幕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 这个曹爽 就是一个草包嘛 可是曹瑞当时 已经病重了 是病人啊 对身边的那些细节 已经无暇去顾及了 病个半死不活的 哪里顾得上去看 谁对谁 讲了什么悄悄话呀 于是 当他听到 曹爽的忠诚表白的时候 他的感觉 还是很欣慰的 好吧 既然 既然少下人都这么说了 他个人也表态了 那就这么定了吧 让曹爽和司马懿 选为新的托孤大臣 共同辅证 嗯 这个选择看起来也是不错 一个是战公主主的 封疆大吏 有能力 有实力 一个是宗室的重臣 有思想 够可靠 两个人一起合力 我曹家江山 那想必是不会出问题的 但是过了没多久 病重的曹瑞又觉得 这样做 有点莫名其妙 直接就把那曹宇给罢免了 韦时不妥嘛 所以心中 还是动了侧隐之心的 所以啊 他又想了 哎呀 干脆 更改这个 由司马懿曹爽 共同执政的命令吧 那边乡 刘芳和孙姿一听就慌了 哇呀呀呀呀 这可了不得 如果皇帝这个招命更改了 那曹宇又卷土重来了 他自己可能没什么反应 但他手下那帮人 绝对会回来 把咱们剁成肉酱啊 咱们不又成了那后院里 树上站着的鸡了吗 一顿乱刀砍过来 咱们就会变成鸡仔饼了 怎么办 哼 还又怎么办 找皇帝说礼去呗 这也是自我救赎的 唯一机会了 好在 在曹瑞那儿 这俩人说话还是管用的 三言两语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曹瑞又心软了 下定决心维持原判 刘芳那边还不放心呢 好说歹说 劝曹瑞 务必要把这脱孤的命令 写成诏书 大家都看得明白吗 曹瑞说了 我手脚发软 拿不动笔啊 谁让你皇帝拿笔杆子了 动笔杆子这事儿 是刘芳的强项吗 老大 你写不了 我帮你呀 哼 想来也是过分 这刘芳居然不顾三七二十一 直接蹭的一下 就爬上了曹瑞的浴床 握着曹瑞的手 一笔一画 写下了诏书 哎呦妈呀 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 撅着个屁股的流放 跪在曹瑞面前 曹瑞满脸蜡黄 浑身发抖的 流着虚汗的 就把这一道 关系到曹魏帝国命运的诏书写完了 知道的是臣子帮着皇帝写遗诏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地主老财 逼着杨白老写卖身器呢 好吧 不管怎么说 反正 等着文字写完了 盖上皇帝的印 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 而且完事以后 这流放还不是留下来照顾皇帝 而是紧着 拿着这一份要命的宝贝 走出殿外 迫不及待地当众宣布 上旨 武皇照曰 燕王曹瑞等人 一律免职 不得在皇宫停留 曹瑞听说以后 深感震惊啊 哎呀妈呀 怎么回事啊 这变化也太快了 说变天就变天的 但是自己现在是没官的呀 权力当然也就是没有的了 所以你拿什么来反抗啊 谁让当初自己这么谦虚呢 就在这一年 公元二三八年 年底十二月二十七日 曹瑞提拔曹爽为大将军 要知道曹瑞和曹爽算是同辈了 因为曹丕和曹真的关系好嘛 曹丕是曹瑞的父亲 曹真是曹爽的父亲 父辈的关系这么好 当儿子的当然从小玩到一块了 所以他们打小关系就不错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曹瑞对曹爽那是知根知底的 他明白自己这胳膊的金粮有多少 哎呀 说起来差不多就是个水货吧 既然是水货 就不能随便委以重任 就算委以重任了 也一定有人帮忙才行 所以曹瑞就为曹爽 选了一个办事干练的秘书长 你猜这个人是谁啊 不用猜啊 绝对就是流放孙礼当中的一个 不过流放的级别要高一点 去当曹爽的秘书好像有点不合适 所以这任务就落到了孙礼头上了 曹瑞的想法很简单 你不行 没问题 有能人帮你 不管怎么说 那是可以应付一阵子的 好了 在这个权力动荡的阶段 那个赫赫有名的司马懿在干嘛呢 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们都说了 他是位高权重 但是封疆大力 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守边防 当时啊 司马懿正在极限 没在首都呢 他正准备去长安 因为之前他接到皇帝的命令 让他回原住地长安住房 可是忽然之间 又收到了曹瑞派人送来的首令 命令他立即赶回首都洛阳 两份文件 意思完全相反的 让人看了头晕的 不明所以然 但是皇帝不是个糊涂蛋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的 现在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只能有一个原因 洛阳一定是要发生大事了 所以还去什么长安呢 再去洛阳就不安了 没二话 先赶回首都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